可能今天星期五 真的多了很多人 是的 我觉得好像人们报告式 好像有些 报告式 我觉得的 感觉是这样 是的 是的 你自己在家吗 不是 和这些人有 多少人 六个人 有没有听到 其实现在降宽了 其实人数不限 会不会多些人一起上来 会的 我好像上次那样 我有十个人 但是后来都要剪了两个人 是的 现在可以一张桌子 都挺开心 限聚令还保持八位 一张桌子 基本上没人会有 预计限聚令放宽后 生意额可以回复多少 回复 所以我估计疫情之前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故 或者打风落雨 好天日子的正常日子 我估计有八成左右 自从在97年回归之后 星挂国旗和周昌国歌 都是学校生活的一部分 大部分学校 都会在他们一些重要日子 例如开学日 毕业礼 甚至是运动会 有些特别的庆典 都会在星挂国旗和周昌国歌的 如果跟通告 通告的文字就这样说 中小学 必须再举办 庆祝元旦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日 和国庆日的活动时 是升华国旗和 区旗和奏唱国歌的 学校就未必一定在当日举办庆祝的日子 例如 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些日子都是假期的日子 是的 所以一般有学校会以前的做法就是 例如在国庆日 之前的 反学的日 即是早一日 学校还是有集会的 正常上播的 这样就会是 做一些慶祝国庆的活动 很简单的活动 就是星挂国旗和奏唱国歌的 而1月1日就相对比较少 有没有慶祝元旦 因为这个是连住了圣诞节这个长假期的 所以就不会在长假期 可能要去12月下旬 十几日前就已经是做活动就比较少 而7月1日相对慶祝的日子都比较少 因为那段时间很多学校都是一个考试的季节 在做考试的时候 就不会有些特别的集会 或者是特别的慶祝活动 当在学校校内进行奏唱国歌的时候 如果是出现了有些学生的不当行为的时候 学校可以应付的不同的选项 这些选项包括是可以继续用教育的方式 是可以用是即场斗证行为 可以用认识 可以用是隔离增进的方式 或者是在教育局的文件上 说到情况最严重 是出现了违法影响学校的运作的时候 可以是寻求外界的涉佐 包括警方 但是这些都是罗列了一大堆的选项 实际上是要做决策的话 都是在临场的时候要做决策的 而这些决策都是会由临场的时候 就会由校长去做的 冬望想你看计划回来了 看到你已经兑换的礼物和领取详程 那就万无一失了 快点下载东网hat 得入照你看这粒金币仔 登记成为东网会员 就可以看新闻赢奖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